幸福好时光 好我们现在呢要来谈旅游 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呢 要来谈疫情之后 旅游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要去哪里玩呢 我现在只要提到玩 我相信大家都很肯花钱 这个说法应该是对的吧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灿芯旅行社的总经理苏珍珍 珍珍你好 你好段如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因为我刚刚还在研究她的姓 因为这个字考导我了 从来没有看过有人信这个姓 因为它是一种冷兵器 至于怎么写呢 没有的没去掉三点水 这个解释最快 原来那个字念书 对对跟读书的书同音 所以我一直觉得 他应该是古代某一种贵族 就是可能是被流放到南方来 逃难的 所以他为了就是说避祸 人常常去把姓改成同音字 或者是去掉的某一边这样子 对对对 以免这个株连久住 你有遇到别的姓苏的家族吗 我目前没有 虽然我自己有自己的家人 但我并没有碰到说同性的 台湾就只有你那一家吗 我听说还有 但我没有碰到过 对 所以欢迎大家来认清 是是姓苏 没有的没 去掉水竟然要念书 是是是是是 好那我们来谈一下 就是义后的旅游 大家应该都知道最近出国 虽然这个春假刚过 大家很热门的就跑出国 可是在每一个国的海关 常常都被堵很久 对 尤其是日本 真的好恐怖 因为这个缺人大战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因为旅游业停了停顿了三年 这三年这个人力上面是断层的 所以当你开放的时候 大家是很开心 可是全球缺人 所以其他国家的海关人员 也是缺乏的 所以当我们飞出去的时候 他要有相对应的服务的人来做 他只要突然 就是这个跟这个整个SOP的过程之中 突然有一个时间 他冲了大量 大家就受不了了 连飞机在停机坪都等很久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泰国会吗 其实泰国算开放很早的 其实他是优先开放的 尤其是泰国他微笑国度 泰国人其实针对旅游业 他们是非常拿手的 他就永远是 就是这么一个甜美的国家 所以他在去年 其实就已经7月份就沙河计划 他就已经开始开放 其实泰国算最早开放的 而且我看到他开放的心 我心里就在想说 这个泰国人 反正他们是佛教国度 他们也会觉得众生蛮平等的 病毒来就来嘛 不然也是命嘛 所以我觉得态度挺好的 他们没有特别紧张 对因为其实我想泰国人 他这个微笑国度真的不是空穴来风 他们对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的变前 他们其实是坦然处置的 但相对性的 他们也做了很多的预防措施 包括像打疫苗啦 或者是你进出海关的一些措施 其实他们也是有的 而且他们在开始实行的时候 他们是先由普吉岛开始 因为普吉岛它是一个海岛 它容易管控 所以在去年 他是最早开的 他最早开的 难怪我那时候就看到温世凯 听说他是跟你一起去的 对他在疫情前就跟我去了 是啊他那时候还要隔离 回来还要隔离 他就去了 那个时候他是跟这个泰国局 他们办的 因为泰国局在台湾是非常积极 他们也希望说 泰国在当地的一些努力 是可以让全世界的消费者看到的 所以温世凯那时候 去的时候是需要隔离的 但是事实上在当地 他们尤其是像有一些饭店 已经拿到了他们SHA的认证 也就是通过了一些 卫生的考量的认证 所以他们事实上是 已经开放一段时间了 那欧美客人事实上已经回去很久了 他这是回来台湾的时候要隔离 但是我看他隔离的挺甘愿的 那么普吉岛 说真的我很相信 现在很多人听到普吉岛 可能都是N年以前度蜜月的时候去 20年了 是不是 我刚刚跟他讲 我刚刚跟苏真真讲说 我好像也是20年前的印象 结果呢 他就跟我说 他就这样子在那里疯了 就是停留在20年前 是真的吗 是的 因为事实上在台湾呢 这近20年 因为没有直飞的搬机 那大家对这个转机曼谷 或是转机香港过去 都觉得这个是比较舟车劳顿的 但事实上呢 普吉岛一直以来都是欧美人 喜欢度假的地方 还有俄罗斯人 所以事实上对普吉岛来讲 他是在泰国南部最大的一个海岛 而且呢 他的观光资源是最齐全最丰富的 而且他可以整个是兼备 shopping旅游跟度假氛围合一生的 所以他在接受这个旅客方面的这个容量 其实是最大的 其实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会对他的印象停留在20年 是这期间后来没有直飞的搬机吗 我也记得以前为什么我会去普吉岛 其实我不只去过一次 是因为有直飞的搬机 不然飞到曼谷 然后又再转过去 只要转任何飞机都让人疯狂 对对 其实过去在这20年间有断断续续 这种连结性的包机 或者是这种短时间的包机是有的 但因为那个包机的时间呢 时间段都不是很好 比如说晚上飞过去 然后半夜从那边飞回来 所以也是清晨抵达台湾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航班时间 他很自然的就会阻断了一些人出游的意愿 所以你意思说本来有 但是就是时间不好 时间不好 而且短时间的包机 或者是连结性的包机 不是经常性的 不是经常性的 对 那现在你们的包机是 应该去普吉岛还是有月份吧 对 我们这一次是从5月10号 一路到10月24号 那么这个时间刚好是亚洲人去 去这个普吉岛最好的时间 因为通常来讲 11月到隔年的3月 这个是欧洲人 俄罗斯人去普吉岛 碧东的碧寒东的这个时期 那么整个物价房价都会很高 那么从4月一直到10月份 本来就是亚洲人去的时间 因为这个中间横跨到母亲节 横跨到暑假 还有一些秋高气爽的9个月份10月份 所以这个时段刚好是亚洲人 台湾人最喜欢去普吉岛的地方 包机应该是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会到 四个小时多 所以就方便多了 我们也比较过 如果说你是从台湾飞到曼谷 曼谷再转机过去的话 这至少八个小时跑不掉 而且只要转机 就是又有一层的那种时间上的阻碍 很着急 对 然后行李搬进来搬出去 然后这个机场又很大 你必须要很多的一些周测劳顿 包机很多人就不是很理解 他也是可以用网路机票这样买得到吗 还是说很多人以为说 可能包机就要参加旅行团的旅行 其实这一台飞机呢 是台湾虎航的一个定期的航班 那由蔡新旅游来包销 所以在虎航的官网上 它是有很些许的这个FIT的票 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对对对 只是为数不多 那这一次呢 蔡新的是希望 就是因为我们也结合了 我们在普吉岛当地的饭店的资源 这一次呢 我们把它打了一个包 你可以自由行 等于就是几家酒 几家酒 然后另外呢 你也可以是mini tour 然后也可以参加团体 因为我们发现了在役后 大家对这种旅游有不同的倾向跟诠释 毕竟这三年当中 你跟着世界的主角 你想要出去玩 你希望之说 你跟你的家人 跟你认识的朋友 所以你会自主一团 你自主一团 或是你变成家族旅游 所以你家族旅游 你只要一定的人数 也可以成为一团 那用这样的方式出去玩 大家也觉得放心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那在普吉岛这边 我们就结合了饭店的资源 几家酒给你打个包 而且我们这一次呢 月龙集团 Buyentree的系列的饭店 他们都有很完善的 这个饭店的设施 所以你除了出去玩之外 饭店反正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点 那他有shutter bus 可以带你到普吉老街 去shopping 带你去到这个巴东 巴东海滩 去逛夜市 吃饭 然后去看秀 就让你可以很方便的 可以进出 所以你可以做自由行 你也可以做自主一团 甚至你参加团体 就让你增加很多的方便性 可以确保整个的旅游品质 是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聊 普吉岛有什么很好玩的地方 我相信你一定想知道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灿芯旅行社的总经理 苏珍珍 来谈普吉岛的包机旅游 那么 现在呢 你可以直飞到普吉岛 而且这五个月之内 它是 等于是每个礼拜 我知道包机大概就是这样 每个礼拜去大概是两班 回来两班 对 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对飞 那已经不是就是半夜航班吗 红眼班机 对 我们的时间非常好 我们从台湾起飞呢 是中午的12点25分 这样可以慢慢醒来再去机场 对对对 然后回到回来的时候呢 抵达回来 抵达台湾呢 是晚上10点 就刚好第二天还可以上班就是了 对对 那么像奔央处理它是国际知名的旅馆的集团吗 尤其其实在海岛是这样的 就是你最好不要在那里乱搬饭店 这几天你就住在同一个饭店 对对 因为在月融集团呢 大家最有印象的是它的Bungentree 那月融庄呢 它是一个全Villa的饭店 当然它在整个的价位上面呢 就会比较高档 那事实上它有很多其他的品牌 这一次呢 我们也借由这一次的包套 可以介绍给大家 它有月村安萨纳 它有月连Casia 还有它的Home 这几个品牌 现在已经分成这么多支了 是的 尤其是在疫情这几前 其实它一直的不停的往前走 因为它也配合现在的年轻世代 去做不同的权势 比如说这个Home呢 它就在巴东 Beach 在海滩这边 那这种巴东这个地方呢 本来就是夜市啊 然后你可以去吃啊 然后去看秀啊 Home比较便宜 对不对 Home的话比较接近这个热闹的区域 是 价格的话呢 就是比较一般亲民一点 对 因为通常越远的越贵 不会啊 那个是个热门景点 这必到的地方 那么其他的 班洋Tree 安萨纳 卡西亚呢 都在邦道湾 大概距离巴东 必须也大概只有40分钟的时间 那这个班洋Tree 月容庄就是属于比较亲密性的 这种两人旅游的点 那么 安萨纳呢 也就是在台南安平港要推出来的这个月村酒店呢 就比较属于亲子旅游 所以它有很棒的这个绵延300公尺长的这个水道 这个游泳池 就是如果你带小朋友 你并不是说真的很需要什么隐秘性私人游泳池 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大型的游乐设施去玩 对对对 那你就住在月村 那卡西亚的话呢 是2013年推出来 其实它就是符合现在的三西的年轻族群 你在里面它有 你会可以有这个 microwave这个烤箱 有微波炉 你自己呢可以呢 使用着付费 你自己带一些什么泰国泡面啊 或者是泰国这个茶啊 你就可以在自己的自己的房间里面 自己做一点东西吃 它就是一个很随性 让你觉得很适合这些年轻族群去旅游的一个 住的一个一个地方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包套里面 就有分针对不同族群客人所包装出来不同的饭店 那让大家就是应有尽有 你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普吉岛上面去选择属于你住的饭店 如果都是奔洋去 其实应该大家品质都可以满意的 他做的各种等级的酒店 其实都是好评连连 那么如果就是突然他要出去外面玩 普吉岛应该我一直感觉到他好像也没有很大 对不对 对其实他在泰国南部呢 他是发展最早的一个海岛 所以他观光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你可以坐船坐船到另外的小岛 像这个什么007的这个James岛啊 或者是到PP岛那个是专门是做浮潜的 我现在你这样一边讲 我一边觉得我好像都去过 你都回忆慢慢回来 慢慢回来 对对对 你就可以出海去玩 沙滩上你可以游泳 那么如果说你喜欢到这个逛街 像我们常常以前那种什么空姐包 有没有 就是他的Lomoya这个包 在那边也有很大的这个shopping mall 然后你可以去shopping 然后Big Sea 这个他们很有名的这个超级市场 像我我现在每一天晚上要喝的这个这个finite的这个消化茶 或者是泰国咖喱可以煮这个鱼的煮鸡肉的煮牛肉的 他有不同颜色的咖喱还有他的这个东南亚产香料嘛 他的这一系列这种香料 其实在泰国的超市通通有 也就是说他不会无聊了 有的时候你去那种真正的度假地点 然后就是你一个私人的villa 对 就蛮适合我们这种老先生老太太的 就是外面方圆百里没有地方你知道吗 可是普吉岛不会这样 你晚上还是可以出去热闹热闹去夜市里面逛逛 对他可爱的地方就是说他发展的这么齐全 就可以让你又像是在曼谷一样 你可以去shopping买到你想要的这种生活用品也好 或者是包或者是一些药妆店他都有 另外一方面呢你真正想要休息休养 或者是跟家人一起团聚 他又有这样子的一个海滩跟私人的villa可以住 你回去可以非常的贵族很安静 但你一出来又是人间 是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一般度假的地方 大家会觉得台湾人会觉得好无聊 好像在里面发呆不知道出去都没有商店 其实这个在普吉岛都不会存在的 其实他就是一个这么令人感觉到可爱的地方 那么我以前我还记得了 我突然发现我以前去可能也是N年前 跟泰国观光局的邀请去的 我记得他有一个很棒的泰国秀 是不是 现在还在吗 还有还有还有 而且应该经过了很多的改革了吧 对事实上这个秀是局势文明的 他本身一段时间他就会有新的戏码出来 尤其是像有一些前几年 像有一些直销公司去 他甚至可以配合你去重新编他的戏码的 只要你花得起钱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海岛旅游 这个秀其实不只是换多骑秀 包括像什么泰拳 或是一些人腰秀 这个在普吉岛也都有的 我记得了 我那时候在普吉岛 每天都在看秀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请 灿星旅行社的总经理苏真真 再跟我们聊一下普吉岛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讲的是普吉岛 那像我们这种 其实我很久没有潜水 但是我是有制造的 我知道也有很多人不只是去付钱 在那个地方的话 有什么样的水上活动呢 其实海岛它有很多出海的行程 包括像说它一日游 它这个游艇或者这个船 接你出去到PP岛 到PP岛你就可以付钱 然后在沙滩晒太阳休息 它也可以像一日游的 所谓的三合一 你就可以去什么James岛大岛 什么这些 每个岛有不同的风景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 floating的这个 扶在海上的这个餐厅吃饭 它就有这样子 不同的旅游的行程 可以让你来做选择 其实我记得以前到普吉岛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都已经到海岛了 我再去什么PP啊 或者是那些什么詹姆士岛干嘛 后来发现的确人家 每一个岛的海边的状况不一样 有的水哦 就是那种蓝的好清澈 像风景明信片一样 对而且迷人的就是说 你站在不同的山头上 你看到的是不同的这种景色 还有一些人文 而且最主要你在泰国旅游的时候呢 你就感觉到那些泰国人 他们那种很亲切 很欢迎你的那种感觉 在旅游过程当中 山很高 水很清 但人一定要很和善 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泰国的好处 因为他们那是真诚微笑 对不对 对对 而且让你感觉就是说 你虽然人到国外去 然后可能语言不通 可是他一微笑 你就会感觉很放心 那他觉得 让你觉得说 他是愿意服务的 虽然可能手 这个必须要 比手画脚来沟通 可是你会感觉他是真诚欢迎你的 然后因为你的到来 可以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 另外一方面 你也是来认同他们的文化跟风土民情 尤其泰国 他是一个佛教国家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像大佛啦 他有很多的寺庙 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借由旅游来了解泰国的文化跟风土民情 你会让泰国人觉得你是欣赏他们 接受他们 尊重他们的 那他就很愿意的去跟你分享当地的一些状况 的确 通常就是在东南亚国家 我只有每个也都去过 但我真的觉得泰国的旅行从业人员笑容最诚恳 好像他天生要做这一行 对我们就觉得 就算你骂他 就算他在生气 他还是微笑一对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也是我们台湾要学习的一面这样 好 那么有关于这个普吉岛 很多人又会问到其他的岛屿 比如说也有人专程去苏美岛 那明明都是岛啊 为什么很多的欧美的旅客非常喜欢苏美 不太相同 因为欧美人他们的度假方式 他们可以到一个岛上面可能十天半个月 他什么都不做 他们假期真的蛮久的 对 因为他们习惯 因为他们从欧洲这么趟 那么远飞过来 他们喜欢的旅游方式就是躺在沙滩上 然后看一本书 晒在太阳 因为欧洲大陆其实他们有很多国家是不领海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在海边度假是很奢侈的 是很享受的 所以他们什么地方都不想去 也不想这么繁杂 他们就是希望能够静下来的休养休息 那苏美岛呢就是一个迷人的海岛 他所推广的就是各大这种五星级有名的度假村都在那里 那他怎么去啊 是如果到普吉岛 我们要怎么去苏美岛 是要坐飞机还是 要坐飞机 因为我知道好像还是有点远 我觉得因为这个苏美岛它本身的机场跑道的关系 所以它国际大飞机没有办法降落 所以通常过去都是必须从曼谷转机过去 但是这一次我们有这样的直飞普吉岛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 因为大家绝大部分的国际客都是从曼谷飞过去 所以曼谷到普吉岛这一段的内陆飞机 一需求量很大 二价格很高 真的 价格很高 那如果你现在是搭我们的飞机到普吉岛 从普吉岛转内陆飞机到这个苏美岛 需求量没那么高 价格比较便宜 是不是那种二十几个人的小飞机啊 当然不是 它基本上也还是这个中型的飞机 到底要飞多久啊 我记得我去过我已经忘记了 从曼谷飞苏美岛或者是普吉岛苏美岛都是一个小时 那从普吉飞苏美呢 一样差不多 也是一个小时 它就是一个海中独立的一个小岛 对对对 但是我们算过 因为我们现在的航班时间 抵达普吉岛是中午 我们十二点多飞过去 飞过去是当地的三点多 你转四点多的飞机过去 跟你回来的时候呢 因为你从苏美岛飞到普吉岛 我们是当天下午的四五点的飞机 所以航班接驳上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就是挺顺的 就是了 而且现在的苏美岛跟以前不太一样 对不对 苏美岛现在有一个叫做 什么叫热带雨林的SPA 这个是班杨区月容庄非常独特的一个尝试 因为过去呢 班杨区SPA是局势文明的 但班杨区SPA呢 它过去只有在所谓的按摩方面 但热带雨林呢 就是一个让你可以在按摩之前 有一个有点三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我们也自己尝试过 我非常喜欢 等于是说你在这样子的水柱 然后蒸汽浴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真的能够放松 过去台湾人按摩 就是急救章 一进去房间就按摩 其实你的身体没有准备好的 就硬邦邦的让人家按摩 其实是很不舒服的 可是你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热带雨林 过去之后 你真的全身放松了 然后你再来做SPA 这个这种力道跟这种效果 是加倍加成的 很多人都觉得说 其实你做完热带雨林 然后你再趴在那里 按摩在五分钟之内 你就会完全水灶了 好我也记得 我以前好像也是在 就是它不是在房间里面 它是在海岸旁边 对因为在这个 就海岸旁边 就是在路 有点半露天状况按摩 它在 对 Villa里面 在Villa里面 因为在普吉岛的 班洋区呢 它在它的 SPA POO VILLA 或者是 Double POO VILLA 它在外面 都有这样子的凉亭 是可以让你做户外的 SPA 让你真的能够 天人合一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 灿星旅行社总经理 苏珍珍来谈一下 那他自己最愉快的旅程 在普吉岛到底是什么样的旅程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灿星旅行社总经理苏珍珍 好我们来谈一下高尔夫球吧 我记得前不久 我有同学跟我说 我们去普吉岛打高尔夫球 他说泰国的 高尔夫球的服务是最好的 对 因为像 越用集团在 就是帮道湾这边 Laguna区呢 我们有一个自己的球场 那事实上的 它还有像 布鲁肯荣 这也是知名的球场 我们现在有行程的 都可以包装 你四天三夜 打三场球 或五天四夜 打四场球 都可以的 打一场球在那 到底是多少钱 哇 差不多多少 几千块钱吧 那也差不多 就不是说 因为那种价格 有时候很难算 而且疫情之后 有的旅馆很贵 我老实说好了 我去住过一个 某个欧洲的旅馆 疫情前 那个一个晚上 赖不到四万块 后来疫情之后 变八万块 请问北洋区 有没有变贵 其实这一次呢 因为岳融集团 对这一次的 子飞 非常的重视 所以他提供给我们 非常好的房价 所以您看我们在 我们的官网上 蔡新的官网上 其实我们做 任何的包套 价格都比你 单独去订房 要来的便宜 你真的自己订订看 就知道 国际通膨是很严重的 是的 我订的很多的饭店 以前已经贵了 可是现在看几乎都是以前的两倍 尤其是那些顶级旅馆 我记得在2017年 就是您上次 您刚刚提到的 我带温世凯他们去的那一次 我就是公差之后 我就请我先生带着我女儿 然后我婆婆 他们就转机 千辛万苦的转机 曼谷到普吉岛 那那时候我婆婆因为不良于行 那时候是用转机的 用转机对 那我婆婆是不良于行 所以推着论语 那我女儿也是 她就这样子带着两个外拥 他们就浩浩荡荡的从台湾 然后坐到曼谷 然后转机到普吉岛 这么辛苦的去 但我觉得那一趟的旅行 是让我最感动的 也是最开心的一次 因为我们在 月容庄的这个大villa里面 它有两方式的villa 所以我们全家可以住在 那个一个大villa里面 然后老人家 因为不良于行 我们要把它放到游泳池 它就在里面泡 它会觉得这个伸展起来 它就会觉得很舒服 那在Jaguchi里面 这样子水泡这样子打 它就会让她感觉很开心 那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 我记得那一年是刚好中秋节 那天晚上我们还在villa里面 BBQ 然后赏月 那回来两年后 我婆婆就往生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爱要及时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如果那一年我们觉得麻烦 我们不想这样做 其实要说服她也不容易 像我婆婆她还能动 你要叫她去出国 她说不要啦 因为老人家不只是不能行动 她有很多问题 她可能还要带尿布 有的没的 是尤其是我们这次特别选在5月10号开行 也是因为说5月14号是母亲节 我们 我就觉得如果说我婆婆还在的话 我一定带她飞过去 在那里庆祝母亲节 其实你提供了一个家族旅游 很好的那种 就是你可以就是包套 然后也许只要就算你家里的人不少 你就订个两间别墅 只要房间床够税就可以了 就全部一起带去 对 所以欢乐的时光真的爱要及时 那么在创造这种家庭美好的回忆 这真的是价值连城 尤其现在又有持飞的飞机 上下飞机都有人照顾 我觉得如果换成现在 我每个月都会带她去一次 是 因为有时候像以前的旅行 如果是跟旅行团的话 的确会制造很多的不便 那这种定点式的旅游 就适合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啊 都可以一起来玩 那也不需要什么起得很早 有没有起得比鸡早 对像现在我们在安排 就是说我们带儿子女儿跟孙子孙女 我们就打算 这样子也是一个祖孙三代 那么我们下一趟的旅程 就会是这样子带着小朋友们 你想想看 她就在那个游泳池畔 他们就在那里游泳 只要留一个人看着这些就可以了 对然后我们可以 太太们都去做SPA 然后老爷们可以去打高好夫球 小朋友呢她有在Kiss Club里面玩 或者是在游泳池里面游泳 青少年也有她的去处 是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普吉岛 她别的海岛没有的一个特点 对我想这疫情之后旅游有很大的变化 那每一个人并不是说要去哪里观光 而是去寻找自己的度假方式 是的 非常谢谢灿星旅行社总经理苏振振 那如果你有任何相关讯息 你可以打02-2500-5566 由中广柜台美少女帮你解说一下 谢谢 谢谢苏总经理 谢谢 I like 103 I like radio